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部分就是 當用手機去拍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AR的那個方塊會浮現出來 浮現出來之後我們用點擊的方式它會去播放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就回到之前的Lintouch的部分 所以Lintouch的專案這邊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會到專案裡面了 第一個你在Hiraki這邊有沒有 Lint這邊我們新增一個Lintouch 那這個Lintouch是你不要去做任何動作 就單純就是這個Lintouch而已 對 新增一個Lintouch 好 加這邊有個Lintouch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新增一個空白的物件 好 然後這個空白物件我們重新命名 好吧 我們重新命名叫Fingerdum OK嗎 你加Lintouch之後 然後我們再新增一個空白的 是加一個空白的物件 然後這個空白物件先更名 好了嗎 好 然後好了之後我們這邊這個空白物件Fingerdum 這邊我們要加兩個元件 那都是在Lint這邊 所以第一個是你找到Lint有沒有 Lint之後它有一個CAMM CAMM跟Touch有沒有 我們在Touch這邊找 Touch這邊的話我們第一個先找LintSelect 好 LintSelect 好 好 然後同樣的你一樣在Add Component有沒有 一樣是在Lint這邊 然後Touch 然後我們找一下LintFingerdum Fingerdum有沒有 好 現在這兩個 好 現在這兩個 好來然後你在LintFingerdum這邊有沒有 它有一個Show on Use Event 好 然後這邊你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它有兩個嘛對不對 好兩個我們在LintFingerdum這邊新增 按一個加號有沒有 好 然後這個新增的話我們把自己 剛剛自己加的這個Fingerdum這個 把它拖曳過來 拖給它 好 好 把自己拖給自己 然後在Fingerdum這邊我們選一下LintSelect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 它有兩個 然後我們選上面這個Select Screen Position Position 有沒有看到嗎 那有看到嗎 就是你在LintFingerdum這邊有沒有 它有一個Show on Use Event Show on Use Event 你把它展開之後會有一個onFingerd 跟一個onWord 那我們是在onFingerd這邊 onFingerd這邊的話 你新增一個突發事件 好 然後你把 把自己 這個Fingerdum的物件把它拖曳過來 自己拖給自己 然後你找到 然後這邊下拉選單這邊你找一下 就是在LintSelect有沒有 然後我們去選這個 LintSelect Screen Position 好 你要先自己這邊下拉選單這邊你也有加LintSelect喔 應該在上面 你如果顯示出來應該在上面 那這邊OK嗎 OK 好來然後最後一個是在這邊 接下來你選到那個Cube有沒有 我們在那個ImageTrackable這邊有沒有 你點選這個Cube 那這個Cube第一個首先你要確認它有一個碰撞框 所以這邊它有一個Bus Collider 好來然後這邊我們加一個 Lint Touch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邊是用Selectable LintSelectable 這個 新增一個LintSelectable 然後再第二個 Deselect On Up有沒有 這邊把它打勾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來然後下一步是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點了之後 我們現在點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 我要把 電影那個打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先點選一下你的Row Image這邊有沒有 Row Image這邊你先在上面這個Checkbox這邊先關掉 也就是一開始它不是 一開始不會馬上播嘛 一開始沒有 所以一開始先關掉 好 然後我們回到Cube這邊 所以Cube這邊的話你看到它一樣有一個 Show On Use Even有沒有 有嗎 這邊 有 那你把它點開來把它展開 好 好 展開來這邊就有幾個我們可以做的部分 那我們就選第一個 On Select 也就是在一點選到的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事 然後這邊按一個加號有沒有 好 所以 那我們這邊它點下去要做的事情應該是怎麼樣 第一個是 打開 打開 然後再來播影片嘛 好 所以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先把 剛剛Row Image有沒有 先把它拖曳過來給它 好 它拖過來的時候 一樣再選到這邊 這邊我們就選GameObject有沒有 GameObject這邊會有一個 底下會有一個 Set Active 然後關號Bull 有看到嗎 好 就選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打勾 打勾代表意思就是 這個就是On 就是它就會把這個打開來 這樣OK嗎 好 好 然後這邊OK完之後 我們再按一個加號 那按完之後它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播放 播放 播放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做在 寫在一個VideoPlayer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VideoPlayer把它拖曳過來 好 然後這邊 點選 然後你看到有VideoPlayer對不對 然後 看一下 你有沒有找到一個Play 好 好 那這樣子基本上它 你點了之後 它就會 把 影片那個Row Image打開 然後再來就是它 你就會做播放的動作 好 好來這邊先測試一下 然後 待會再做就是說 你因為你既然打開 你它怎麼樣 要關掉 還有一些小動作要做 那我們這邊先 先到這邊 大家先測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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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